在平安夜这天晚上正式洗灯与读者告别 不少人把握最后的时光 再来逛逛这助力18年的青春回忆 周末两天就吸引了至少15万的人潮 董作承诺24小时的书店经营形态 不会因此结束 明年的1月20号将会由松年店接榜 数据里人潮满满满 这可不是特卖会场景 全球最大的繁体中文24小时书店 开幕18年 吸引超过2亿人到访的陈品信义店 12月24号平安夜向大家道别 不少民众把握最后几小时再来逛逛 以前非常喜欢来这边逛 很棒的地方 舍不得门口的咖啡 然后再慢慢逛上去 满满的回忆 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学那时候毕业 大概就这一区满满起来 特地过来了 陈品信义店从10月19号宣布闭幕式之后 每到周末单日经典人潮都超过5万人次 近一个月更突破百万人次 比预估成长百分之五十 人到程度超越跨年夜 外籍旅客更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心情确实有点复杂 我看到最多的关键字 一个是青春 一个是陪伴 感觉上是我们所有这些人彼此的生命的一个交集 吴敏捷透露12月23号经典人次突破7.5万人 其他这天更先气高潮 满满的留言墙也看出读者的不舍 明年1月20号将由松印店24小时书店接棒 期间28天的空窗期则由成品生活南西店推出特别企划 连续28天不打烊 数量将扩增三倍 品项超过10万种 预计有200个座位 要让读者继续沉浸在书香世界 记者林振坚曹文林 SNG小组台北报道